第673集 有文胜雪介入 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那名李院长连连向罗言道歉 同时做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想让叶浩轩在文胜雪那里说说好话 但叶浩轩最烦的就是医院的事情 因为内地的医院一向是这样 国家医改这么多年了 医院的费用一直是名将暗生 他们总有理由向患者伸手要钱 这位李院长等着以后在法庭上跟法官解释吧 顺利地要和了押金 叶浩轩和罗言以及罗华一起回去 你怎么认识文胜雪 罗言有些诧异地问 因为去年在内地的时候 我治好了他儿子的病 他们可能对我心从感恩吧 叶浩轩笑了笑 他儿子的病是你治好的 罗言这才真真正正地吃了一惊 是我治好的 怎么 叶浩轩诧异地问道 我记得以前 中华菜夫妇重金求医 只要有人治好他们儿子的病 可以出一亿诊费 这么说 你是一万富翁了 罗言吃惊地看着叶浩轩问 有钱没钱很重要吗 叶浩轩闪闪地笑了笑 再说就有些漏信了 不重要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罗言认真地说 我当然是个好人 叶浩轩一文正经地说 言言 跟你们住一起 不会打扰你们吧 罗华有些不放心地说 姑妈 你就别担心了 放心在我那里住吧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罗言抱着他说 刚好今天中午 阿文从学校回来 我等会儿去买菜 我们大家好好吃个团圆饭 罗华笑道 行 今天姑妈露一声 给你们做最喜欢吃的菜 罗言对叶浩轩说 要不你跟姑妈一起回去 我去学校接我弟去 我跟你一起去吧 叶浩轩笑道 他还没有见过罗文 说起来这姐弟两个人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好 罗言点点头 叶浩轩和罗言一起坐公交车 去学校了 家里的钥匙已经交给了罗华 罗文现在在一所封闭式的 学校里面读高中 只有礼拜天才会回家 今天是礼拜天 第一中学的门口 人来人往 这所高中是港地最好的一所高中 里面的人非富即贵 本来以罗文的家境 想在这里读书 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 所以经过这所学校高层的座谈 兼免他的一切费用 所以他才能在这所全港最好的贵族学校里面读书 这所学校是全封闭式的 学校占的面积极大 只要是想来这里上学的 必须按照学校的规矩来 全校执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在这里的学校不管在家 再怎么教身惯养 在这里都要学会独立生活 这所贵族学校连续三年 被全港评为最优秀的中学 由于是封闭式的管理 周六周日放两天假 所以每到周六的下午 这里就会围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 有父母开车来接孩子的 也有一群保镖前呼后拥下来 接自己的儿女的 罗文和一名女生 一起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 这女孩子个子高高的 面容清晓 看她的一举一动 都透着一种不凡的气质 看得出来她有良好的家教 罗文 周末一起去跋山不 女孩抱着几本书 边走边问 呃 我恐怕去不了 我有事 罗文有些尴尬地 笑了笑 她周末的时候要做些灵工 帮姐姐减轻些压力 你这个人 真没趣 人家女孩子约你 你怎么好意思拒绝 女孩有些不悦地 瞪了罗文一眼 李月 我真的有事 下次吧 罗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好 你不准再放我鸽子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帮我辅导一下物理 我感觉有些地方 不是很扎实 李月带着一副期待的表情问 她心里有些坠坠不安的 她怕罗文再拒绝 她这已经是毫不掩饰的邀请了 她对这个男孩的印象很好 正值青春期的男女 总是对异性有种莫名的好感 好啊 罗文毫不犹豫地点头了 真的 你什么时候来 李月一喜 下星期开始 每天午休的时候我给你补 起料 罗文来了这么一句 让人感觉到像是当头冷水一般的话 罗文 你 李月有些气呼呼地一跺脚 怎么了 罗文有些莫名其妙 她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她只当这是同学之间纯洁的友谊 而且少女的心思她也不懂 没事 李月生气地说 快步向前走去 哎 李月 罗文连忙向前追 她要弄清楚这女孩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 罗文 又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男生走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趾高气昂的 一把抓住了罗文 推到了一边去 李虎 你想干什么 罗文皱了皱眉头 小子 李少给你的警告你他妈的没有听到是吧 离李月远一点 你是不是脑袋长到屁股上了 李虎身后一个小跟班指着罗文骂道 我跟李月是同学 我们是朋友 为什么要离得远一点 罗文不服气地说 就因为你傻 你穷 你不配李月 哼 李虎冷笑一声 他拍了罗文的脑袋瓜子一把道 我记得我好像已经警告过你好几次了 你他妈的怎么就是不听呢 罗文一把将李虎的手挪开 他盯着李虎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跟谁将往好像也不关你什么事 你他妈的傻是吧 李月是老子的女人 你敢再缠他一次试试 李虎大怒 一把揪住了罗文的衣领 李虎 你在胡说什么 不准欺负人 赶紧把罗文给放了 前面的李月又折返了回来 他有些不悦地说 哎 遵命 老婆大人说的话我一定遵从 李虎见他回来了 一张脸笑得像是菊花一样 他连忙把罗文给放开 你在胡说八道 我对你不客气 谁是你老婆了 李月的脸色微微有些仗乎 他有些恼怒地说 每个年级总会有几个不正经学习的混混 平时聚在一起拉帮结派的四处欺负人 就算是在这所最好的贵族学校也一样 这李虎由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不像是什么豪鸟 他就仗着家里有钱 胡作非为 罗文 我们走 不要理他 李月拉着罗文就要离开 看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子拉着别人的手 李虎不由地大怒 他喝道 站住 他的话音一落 他身后的那几个小跟班马上围了上 把两人的去路给挡住 李虎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李月皱着眉头喝道 我不想干什么 哼 我只是想问问这小子 我刚才的话你他妈的没有听到吗 李虎指着罗文道 他妈的老子让你离李月远一点 你没有听到吗 放手 罗虎骨子里也是一个倔强的少年 李虎的话非但没有让他放手 反而激起了他的脾气 他拉着李月道 李虎 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一次 我跟李月是好朋友 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也不要干涉 明白 混蛋 你找死吧 李虎大怒 他猛地一拳砸去 砸在了罗文的鼻梁上 他这一拳把罗文的鼻子砸得鲜血之流 砸出一拳后还不算完呢 他大吼道 走他小子 他身后的那群跟班 都是那些流里流起的少年 李虎这一招呼他们 就猛地扑了上来 然后对着他就一阵群拉脚踢 罗文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人 但是奈何他一个人对上这一群人 怎么也是打不过的 如果不是他平时喜欢打篮球 身体素质比较好 现在恐怕早就被揍成猪头了 别打了 住手 李虎 你快住手 李月在一旁干着急啊 一时间却忘记 跑到学校 去找保安 狠狠地揍了一顿 李虎这才感觉出了胸口的一口恶气 他怒气冲冲地说 罗文 你他妈的连饭都吃不上的穷鬼 也敢跟老子抢女人 你再不离李月远一点 我打残你 饶是自己的身体素质好 但是被这一群人围上 罗文也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他站起来用不屈的眼神盯着李虎道 你休想 你想死老子成全你 李虎大怒 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 就向罗文的脑袋上砸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结实的手臂伸出 稳稳地握住了那根木棍 同时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小子喜欢的女人跟前成有 就和情敌单挑 你这样仗是其人 没有什么好显摆的 却是叶好轩赶过来了 罗言看到自己弟弟 鼻青脸肿的模样 他不由地吃了一惊 他连忙拉住罗文问 文问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姐 我没事 罗文压压头 你是谁 松手 李虎盯着叶好轩脸色不善地喝道 哼 我不松 你让我松我就松啊 那我都没有面子 叶好轩淡淡地笑了笑 他右手没有一点松开的意思 李虎大怒 他猛地一抽 想把手中的木棍 从叶好轩的手里抽出来 但是 他这一抽却没有一点用处 木棍在叶好轩的手里纹丝不动 他仗红着脸再次猛地抽了一下 这一次他用上了全身的力气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轩的右手毫无征兆地松开 李虎猝不及防之下仰后便倒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李少你没事吧 旁边有人手忙脚乱地把李虎给扶了起 你他妈的是哪里来的小子 连本少的事情也敢管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李虎站起来破口大骂 我不想管闲事 但这是我弟弟 你们真想玩的话 不如我陪你们玩一玩 叶好轩说着捡起地上的一块青石头 拿在手里细心地用真气掰成一块一块的 李虎打了一个机灵 你妈 这还是人吗 这可是石头啊 能用双手把这石头掰成一块一块的人 这到底是神马人物 怎么样 要不要来 叶好轩把手里的石块丢下去 然后拍拍手刀 罗文 算你小的运气好 你等着 李虎装腔作势地对着罗文警告了一番 然后识趣地带着自己的小弟们一溜烟似的跑了 罗文 你没事吧 李虎担心地问 没事 罗文笑了笑 一不小心碰到了身上的伤 疼得直抽冷气 我爸派的人来接我了 我走了 下星期别忘了给我补课 另外 记得找个医生看看 李虐领走的时候还交代了一番 目送着李虐离开 罗文的眼几乎都要发直了 老弟 你看够了没 这是哪家亲戚啊 罗言夸张地说 姐 你别取笑我了 罗文苦笑了一声 这才打量着叶好轩 有些疑惑地说 这位大哥 看着好眼熟啊 笨 不就是那天早上跑步时候 遇到的那位吗 罗言白了他一眼 然后看向叶好轩的目光 带着一丝异样 哦 原来是你啊 罗文恍然大悟道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了 谢什么啊 你姐弟两人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叶好轩拉过他的手臂 按着一块亲子的地方道 疼不疼 轻点 疼 疼 啊 罗文这个时候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 叶好轩移动之下 他痛得直抽冷气 打架的时候不是一味地用蛮力 而是想办法再给敌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同时 不让自己受伤 叶好轩一边说一边度过真情 在罗文受伤的地方轻轻地暗揉着 片刻以后罗文便感觉身上的伤不那么疼了 他活动了一下手臂 轻易地发现手臂上的瘀青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厉害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罗文惊讶地说 他是个中医 走吧 回家吃饭 今天姑妈回来了 他大展厨艺 我们可以口服了 罗言笑道 真的吗 姑妈回来了 他的病好了吗 罗文又惊又喜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 以后他就和我们一起住下了 那好啊 好久没有吃到姑妈做的红烧肉了 这一次可以大饱口服了 罗文兴奋地笑道 走吧 以后遇到这种人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往死里走 叶浩玄淡淡地说 嗯 我知道 我以后不会手软的 罗文狠命地点点头 三人一起挤公交车回到家中 一到家门口 一阵香味便及传来 罗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看来姑妈是真的好了 好久没有吃过她做的菜了 姑妈 姑妈是你吗 罗文打开门便跑了进来 只见罗华正端着一盘红烧肉 从厨房里走出来 是我 小文 我都不记得 上次是什么时候见你了 一眨眼 你就长这么高了 成了一个帅小伙了 罗华看到自己的侄子 一时间不由地激动地热泪盈眶 她本以为这一辈子 再也见不到这界地俩人了 在医院的时候 她成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偶尔在夜间清醒的时候 也是躲在无人的角落哭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个毛病 还有康复的这一天 姑妈 罗文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 好了 姑妈回来了 以后不走了 就在这里 照顾你们姐弟两个 罗华逝去眼角的泪说 好 姑妈 没事的 你以后就和我们 在一起住吧 你老了 我们养活你 罗文笑道 好好 小时候 我没有白疼你吗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去做你们姐弟两个最爱吃的菜 罗华高兴地说 好的姑妈 辛苦了 罗文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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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 叶大哥 坐吧 我姑妈的手艺 相当不错的 罗言笑道 叶浩轩点点头 只见桌子上 已经摆了几个小菜了 有一盘大块的红烧肉 还有一个清蒸鲤鱼 一个小尖炖蘑菇 罗华的手艺的确不错呀 这几个菜浓香似意 色泽极好 让人一看就有种流口水的感觉